那一天我領了10萬塊 那怎麼用 生活花用啊 可能那一天小孩的錢存了10萬塊 為什麼能存 要稅錢啊 打工的錢啊 所以他兩個錢的金流就斷開了 斷點 他就沒有從爸爸媽媽戶頭 到小孩的連結了 所以做這個動作有這個用意 也有這個效果 佩晨 今天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風開始一直慢慢的燒 這把火慢慢燒到 柯文哲的小孩子裡面 因為剛剛講 陳佩琪你昨天看到記者會 你一推256講說你這幾年來 你從你的媽媽 你的爸爸那邊 弄了那麼多錢 總共1628萬 1628萬這619萬 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每一筆錢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 但是姊姊已經告訴你 我已經扣掉你的薪資 扣掉你的稿費 扣掉你的營養費 全部扣掉以後 你還有619 還有更關鍵的是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毛骨悚然的部分在於說 他說你都在關鍵的時間點 密集拿著現鈔 純淨 他說你的長子 長女跟次女 他是明白 以前只是講 配偶及其子女 這一次直接點名你的長子 長女 次女 就代表這把火已經燒到小孩那邊 還有一個關鍵的 你不是想說你要買這個 1.21的豪宅 是幹嘛幫我兒子買的 我如果是幫我兒子買的 帳是從哪裡出的 難道也從你兒子帳裡面出嗎 如果是從你兒子帳裡面出的話 代表你兒子的那裡面 才是真的有錢嗎 事實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是說如果他在密集的去存入他三個小孩 也就是用ATM的方式來進行的話 那就涉及到這三個小孩子知不知情 如果這三個小孩子知情 而且把他們的帳戶或ATM 拿給媽媽去做這樣的處理的話 其實這也是涉及到洗錢 所以就為什麼說現在整把火這樣燒燒燒 他要特別出來設立一個斷點 那這個斷點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都是到我這邊為止 我的小孩他希望把小孩這個部分 給切割開來 但是看起來有辦法切割嗎 因為他昨天洋洋沙沙講的1628萬 但最關鍵的在兩個時間點 2020年3月以及2023年 從5月這邊這個部分 密集的存入60次 然後總計619萬的部分 他其實完全沒有細節的說明 然後讓我們覺得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現在竟然被我們終身獨家發現說 他的保險庫裡面有黃金 有所謂的秘密文件 那你很有 你看他昨天特別出來講 他為什麼什麼都講了 就是沒有講黃金 沒有講秘密文件 這是什麼用意 我覺得其實 他說我有了 我有假裝的金氏都沒有特別問 金氏還是什麼 他沒有 黃金 他沒有特別交代 可是他講那個黃金非常耐人尋味 是然後現在情況來了 因為如果是黃金的話 那到底是多少 是一條一條的嗎 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重量 你要知道今天我剛特別查了 黃金價格在現在突破了歷史清高 來到了2560美元 黃金價格在2022年的時候 每盎司大概1800美元 換句話說黃金價格在這短短兩年時間 漲了42% 如果說這個黃金真的是跟所謂的匯款 有關係的話 哇塞 那還是在持續上漲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錢 已經沒有辦法照我們自己講 什麼一億兩億 沒有 它是一個浮動的資產 而且這個浮動的資產還不斷的在增加當中 那真的他們客家這幾年風生水起 現在傳出來說你有秘密文件 當然秘密文件到底是房企 還是所謂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基本 也就是不記名債券 如果不記名債券 這幾年也漲很多 不管你的不記名債券也漲了 你的房企也漲了 你的黃金也漲了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會認為說 這個為什麼陳佩琪昨天講來講去 就沒有講到這兩個關鍵點 我們都知道 我們昨天在懷疑說 他進行一個空中的一個 串貢的一個情況 那所謂的空中串貢的情況 故意漏掉這兩鐵 會不會就是沒有講的這個東西 其實才是要串貢給柯P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被查到了 對不對 不然的話如果我都要跟你講 反正我也就坦蕩蕩 對啊奇怪了 我不能自己有買黃金的4號嗎 我就是個大媽 我大媽我有錢 買黃金也沒關係 你會發現他故意這兩樣東西都講 而我覺得有時候你講出來的東西不重要 反而是沒講出來的才是關鍵點 那換句話說如果問到柯P的話 柯P說我不知道啊 我老婆她自己有一些投資習慣 然後可能固定講幾個已經可以講了 什麼可以講的 可能是有一些結婚的事 然後媽媽給她的孕育啊 這都是空中講的 至於沒有講出來的柯P可能就心裡知道說 不要提 因為這個沒有講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今天陳佩琪告訴柯P就是 你告訴你 可以講50塊 你可以講金氏 你可以講這個所謂的玉器 其他你都不要講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是 他們已經把它給轉走了 還是說其他的被收到了 但是你要裝死就不要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陳佩琪 他在這一個記者會上講了很多 但關鍵的點反而都是沒有講的 那現在大家其實也把他們整個時序表 我覺得其實其中最詭異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之前有提到 就是他的這個 眾望基金會成立的時間點 就是2022年11月2號 再來呢事實上就2023年 你看喔 逃租影員 他是9月30號特別去跟 沈慶晶這邊進行逃租影員這邊會晤 隔一天他就出國 隔一天就出國 他手機就不見了 而且去年在總統大選期間 我記得吳欣盈還特別去講到 有關於我們未來的一些產業政策 設廠是跟虛擬貨幣還有區塊鏈 是相關理的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這個部分是絕對不陌生的 然後再來什麼 就是2023年的 從那個10月開始到2024年5月 這個部分 陳佩琪密琪的 就有在幾十次存入了400多萬 在這個時間點 你在對照旁邊右邊這個部分 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4月7號的時候 民眾黨向監察院申報政治獻金 4月8號的時候監察院就說 不對耶 你這個帳面 帳上看起來有6000多萬 結果你的本子裡面 只有大概兩三千萬 你大概還有兩三千萬 錢一早去到 不好意思退回 一退回之後 4月30號證支現金入帳 5月2號柯文哲被告 5月10號竟然 就開始去買房進行簽約了 這樣就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這裡最不尋常一件事是什麼 陳佩琪昨天講 那個買房子的錢就是那個 政治獻金7000多萬啊 他們就說那個錢就進來 選舉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嘛 選舉補助款嘛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錢已經入帳了 你這樣仔細看 入帳是4月30號 換句話說 如果按照我們印象當中 1月份這個政府就已經把這個選票的補助款給黨了 所以1月到4月 黨都沒有給柯文哲 一直到4月8號 監察院說你的帳有問題 他們才在這個一個月之內 把這個錢 選舉補助款 給柯文哲的三個帳戶 所以這不是一件很懸疑的事嗎 會不會本來還放在那邊覺得沒事 後來發現說有人查帳 帳不對 趕快把錢給轉走 而且除了把錢轉走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 趕快買房子 趕快買房子 趕快買完房子 那規費就進去就進去 然後呢 製搖公司也成立 再來7月 還去看1.21跟2.7的豪宅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你反而是被監察院說 這個帳有問題 他才開始進行 立即的財產處分的動作 這個如果在我們一般國前 轉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這個叫脫產啊 這個其實就是要有意思 要去轉移啊 不然說一句實在話 如果是我 我是坦荡 我覺得這個是脫產 我覺得這個 如果是放在社會新聞案件 其實這樣子有這樣的嫌疑 但有一個奇怪的點是 如果我今天是黨主席 如果我今天是坦荡 那個行程證的 人家監察院告訴我說 我帳目上6000多萬 我的本子只有兩三千萬 我要幹嘛 大查帳 我要大查帳的情況之下 我會什麼東西全部都不要動 把所有帳本給我弄出來 我才能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錢被誰A了嗎 錢哪裡有問題嗎 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反而積極進行一個東轉西轉 大挪威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不尋常 第二還記得那個Line嗎 柯文哲跟李文娟說 現在呢這包括目可 包括眾望基金會還有新故鄉 有多少錢可以用 兩個月之內告訴我 如果是這樣情況之下 四月份知道帳有問題 到六月是不是也是差不多 兩個月之內告訴他 而且我們昨天有提到 眾望基金會 2023年2024年總計有2700萬的收入進來 出去2600多萬 最重要的今天是只有10萬元發票 所以他有非常多沒有辦法勾基隊的一個帳 錢去哪裡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當監察院跟你說帳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反應是把錢給轉走 所以這個實在是非常不尋常 所以陳佩琴昨天開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記者會有沒有認真 有有沒有一些資料 有 可是剛才講他也密密麻麻的 真的啊 我真的從這個金融卡裡面 3萬3萬3萬10萬 因為是吧 一次等了10萬吧 我就3萬3萬3萬10萬 10萬10萬真的提出來 我真的從裡面提啊 可是為什麼今天簡連 竟然針對陳佩琴昨天的講法 今天發了一篇文章直接的打臉 還有我們東森新聞去問的時候 直接交代那個保險庫裡面 第一個他特別強調有黃金 這個黃金你昨天已經有金釋了 沒有他特別強調有黃金 第二個有秘密文件 好寶傑哥這種危機處理 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個你就是要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講完 不要切香腸 不要夾牙膏 第二個你就不要挖東牆 補西牆 滴溝大菜都講的就不是關鍵 昨天這個記者會陳佩琴出來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也同情 他講到哭啊 講到他公公啊 講到他去土神很想老公 這個部分我相信多少會得分 但是寶傑哥四個字多說多錯 很多東西就麻煩了 可是他不把這個指揮的資料 都列印出來了嗎 這個資料他可以某種程度講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質疑很奇怪的這個動作 他確實做過 什麼叫很奇怪 我的戶頭裡面有錢 我就跑去那邊 把它領出來以後 然後同一台機器 再把它存進去 從先生的戶頭 存到小孩的戶頭 大家覺得你很奇怪 而且不會轉帳嗎 可是他用這一個他的整個 他柯文哲的 來觀眾朋友 這是柯文哲的存款 不 他的存款簿他把它列出來 又發現說 他確實在 2019年1月20號當天 領了3萬3萬3萬 可能自己手邊有1萬吧 然後照他的講法說 他再存10萬 但他有小孩戶頭 因為最多一次只能存10萬 一次 這邊呢 3月10號再來一次 這就有3萬3萬3萬1萬了 就是10萬 所以這樣看起來 大概有6次他是這樣做的 可是寶傑哥 為什麼昨天陳佩奇要出來開記者會 因為週刊已經寫到哪裡 說你在2020年的3月10號便當會 時間我的記者很清楚 第二個 後來動工10月18 拿到那個建造式 10月19就開始動工對不對 前後密集就存嘛 所以他說沒有啊 那跟我什麼關係 我本來就是這樣 一年存幾次 那你為什麼拿2019的 你就把2020跟20這個之後 22年開工的時候 拿出來就好啦 對不對 兩個關鍵點 兩個關鍵點是 2020年的3月10號到4月14號 另外一個是 2023年的10月到今年的5月7號 是這兩個時間點 可是你給我的時間點 是2019年 所以今天我在關鍵時候 跟大家講 再不用情緒 就是關鍵的市政就是 因為大概有64嘛 對不對 600多萬 619萬 那你拿出的6次是2019年的 那真正被質疑的便當會 跟那個動工前後的 2020年跟2023年 第一個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 觀眾朋友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你把錢領出來 再把錢存進去 基本上我們想一下 這邊都有匯款的有沒有 像這個之前要匯款他的 那有大量轉出去的 匯款有這麼難嗎 你說你不要零貴 你網路可以匯 手機APP拿出來 現在很多銀行都有 直接可以轉帳的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就是不要留下 你的戶頭 或你老公 跟柯文哲的戶頭的錢 轉到小孩身上去嘛 其實寶傑克 一年有200多萬的免稅額 你轉過去不會有問題的 可是他連轉都不要轉 所以在我們的帳戶上 你會看到存款幕裡面就是 那一天我領了10萬塊 那怎麼用 生活花用啊 可能那一天 小孩的錢存了10萬塊 為什麼能存 要睡錢啊 打工的錢啊 所以他兩個錢的金流 就斷開了 弄斷點 他就沒有從爸爸媽媽戶頭 到小孩的連結了 所以做這個動作 有這個用意 也有這個效果 2019就開始弄斷點了 可能這是他的習慣啊 但我告訴你 事實上就有斷點 班人小組所掌握到的是什麼 是你扣掉了這些所有的錢 包含了你的媽媽 給你的這些計程的錢之後 你還有619 你還有619 不知道怎麼來的嘛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講的 兩個時間點 你明明去存 去一天存法 去一天存錢沒有違法啦 可是去一天存錢的 那個前後的時間 如果你每個月都固定 我每個月初一十五 就是要去存兩次 而且一年來 十年來對不對 十年如一日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所掌握到的是 你密集存的是 2020年跟2023年這兩次 那其他時間呢 那為什麼這兩次 你會想要去把錢提出來 再存進去 第二個剛剛跟大家講 這個只能證明2018年 他2019年他要這樣做 那後來2020跟2023 這個時候 是帶著錢去現場存 還是真的也是到現場去領出 再存進去 他沒有公佈最關鍵的證據 最重要的是 他把他的這些錢存到 他的三個小孩的戶頭 把這個小孩已經成年了 對 所以我也直接跟大家講 因為去年12月5號 柯文哲跟陳佩琪 參選總統 有沒有去台灣申報 有 有申報 那大家就算了嘛 那你保險箱裡面 還沒申報啊 漏報 第二個 小朋友家的那個戶筒裡面 有多少錢 用這種方式存進去以後 那些錢洗到小孩的戶筒裡面 他不用申報 外借就看不到 我們在講說 很妙的是 他有兩個保險箱 兩個保險箱 各存了50萬 昨天戶筒就這樣 那50萬應該是 搬搬搬搬搬搬 搬到最後剩下的50萬 是 為什麼大家會懷疑說 你的保險箱跟你這個錢有關 因為大家就懷疑說 你家的錢 其實照講聽來聽去 有很多的現金 你有很多的現金 你一定要有個地方可以去parking 你有parking的地方在哪裡 最好的就是你的這個所謂的保險箱 剛剛講到的 這個保險箱 我們這樣算一下 就這個盒子大概大小 你大概可以存多少 大概存到這個4000萬到5000萬 之前講 吳董就說他的朋友 給多少錢 1000萬 現金 小平 今天小平只要講任何話 民眾黨就要告他 可是小平說 有一次一桌 有一次兩桌 總共加起來 一桌的是1000萬 兩桌的是2000萬 總共3000萬也是現金 也進到了科普成這樣 就4000萬了 4000萬如果再去把那個所謂的 5500萬 加起來 那就是5500萬 對 你這樣算了算去 他們家到底有多少現金 可是這個現金 跑到哪去了 對 沒錯 實際上現在我們如果按照這樣算起來的話 他們家的現金真的相當多 有很多 這個包括小平講的 吳董講一大堆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以這個銀行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他們的尺寸 我們就相對應他們的保管箱的尺寸來說 這裡面來說 絕對不是只有放你的50萬而已 50萬應該是說 你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最後剩下的這些東西 對 我也不認為他們今天插靠了黃金 所以保險箱是他們家現金的中途之家 對 也就是說我可能拿了這些黃金 這些錢之後 我就拿了手提箱 然後就提進去 然後到這個地方 然後兩個 我這個秀出我的這個保管箱的這個號碼之後 你跟我進去 然後我要做什麼 你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進去開始把錢放進去 然後我需要錢的時候 再用這樣一段時間 然後再把錢拿出來 可能用這樣的方法 parking在那個地方 看起來是最安全的 不能解釋啊 吳董已經講了 他的朋友給了1000萬 那是現金 對小平也講 而且我要再強調 小平講任何話 民眾黨都要告他 而且還真的告他 可是講這個3000萬 對 到現在還沒告 對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說 如果真的假設這個 這次有傳言說 假設這裡面有房企 或是有這種踢棒的話 哇 那這根本真不得了啊 因為什麼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洗錢的管道 這是全世界最好的洗錢管道 對 當然 美元計價 或是台灣也有非常多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 譬如說台積電 或是說很多公司都有發行 所謂不記名的債券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簡單來講 我跟他講的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今天我要跟保潔 我要給你保潔好處 好 我就給你這個不記名的債券 我就直接給你了 好 你就拿走 拿走之後 因為這裡面沒有任何記名 所以也就是說 他一年要發這個股息的時候 你就直接拿了這個 你就去跟這個公司就說 我有你的債券 你有股息的話 一年多少錢你直接給我 然後必要的時候 你還可以把它賣掉 因為這都不記名的 就是你拿的 誰有這個 你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是認倦不認人 而且這個東西來說 你很難去查 它的這個來源是來自什麼地方 所以我才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管道 如果假設真的有這些東西的話 所以來說這一次 柯文哲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發財之路 讓我們學到非常多 額外的這個金融知識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講 他們這一次裡面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保潔我們就講 我們幫大家稍微算一下 他們目前的錢真的相當多 你看多到什麼狀況 事實上為什麼陳佩琪五月要宣布他 九月要退休 我真的覺得 看著他們家的財務狀況 他真的要退休 他現在要轉行做什麼 做柯家的大總管 為什麼要當柯家大總管 保潔你知道我們目前為止查出來的 他們家人擁有的帳戶 保潔我問你有幾個銀行帳戶 我不知道 我們一般人大概三個五個 好像是兩個還是三個 對 一般人都兩個三個 全家兩個夫妻加起來 大概五個六個跑不掉 他們家你看零零種種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個 十一個十二個十三個十四個 還有這個子女的帳戶都在他管 所以家人的帳戶有可能搞不好二十個帳戶 這麼多 你當然沒想要管 你要這個錢會讓那個錢 那個錢會讓那個錢 這個你沒有專門管理 你哪有辦法負責 所以當然是這樣 你看這麼多的錢 然後你還要怎麼還要去 偶爾還要走到保管箱裡面去 還要看豪宅 然後還有ATM理財 然後有時候還零貴 然後有時候還幹嘛 所以他真的很忙 所以我才說我看了 天啊 他有這麼多的 這麼多帳戶 對我看了這麼多 我都覺得哇 你真的是洋洋傻傻 難怪你真的是 這麼的忙 這麼的這個狀況 好 我們就講事實上在這一次來說 我們講為什麼他一定要選舉 因為選舉就是一個最好的發財之路 你看 他很多不明的現金進來 你看我有很多地方 我們幫他算 這次的政治現金四億 總統補助款一億 正常補助六點五億 目前賬上四千萬 縱望有兩千六百多萬 還有新故鄉 所以你看這麼多 算起來的話 你看 未來的陳佩琪或是柯家 多有錢啊 算算算 這個吳董陳說 他們搞不好未來十億 我覺得真的未來會有十億 對 你算算算就這麼多 真的就這麼多 而且我補充一下 就是你現在講說 木口現在這個帳上是四千萬 對 可是不對是因為木口 剛剛成立的時候不是賣小物嗎 是 賣小物的時候不到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說賣了七千萬 是 你當時不是賣了七千萬 為什麼最後只剩下四千萬 對 代表木口已經有很多的錢 進進出出了 而且木口多少錢 最後的收益是什麼 那是你講的 你要看 那我們看你最終的損益是什麼 你要那個才是正確 搞不好木口還有很多錢啊 最終大事實上你看 算了這麼多 難怪他要九月退休 因為這麼多的錢 我也要管 然後我在這麼多的帳戶裡面 要來來去去 來去去來說 陳佩琪真的未來會很忙 如果這次都沒有爆發的時候 你看他管的資金管的帳戶 然後金錢就是複雜 然後有牽扯到黃金 然後還有貼 假設還有債券 然後假設還有這個房地產 哇這麼多量理財的話 你就知道說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忙碌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現在其實最好奇是誰 最好奇是他的子女的帳戶 對 我們看到這次透過ATM 是把錢存在哪裡 存在子女的帳戶裡面 當時就要看豪宅 他就看豪宅 剛剛講的豪宅都是上億元起跳 你沒有那個錢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賣 那個錢他是說什麼 奇怪了你可以講 按照柯文哲講 我跟我陳佩琪兩個人都是醫生 我們當然可以買得起上億豪宅 可是他講說是幫誰賣 是幫小孩買 對 為什麼幫小孩買 我直覺認為 是 那個錢是從小孩帳戶出的 有可能 因為他們把錢 匯到小孩的帳戶裡面 小孩帳戶來說 他依法他可以不申報 不申報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他們的金額有多少一個狀況 所以來跟你講 他們家裡面的錢 如果按照你這樣去盤點來說 以前的錢就很多 未來的錢會更多 我們就講 未來更多 選舉款項全部都進來 未來的錢會更多 所以才說 他們家真的現金會非常多很多 好小貝 剛剛講民眾黨一天到晚告 可是有一個東西 我一直在說一桌 你說有一次一桌 每個人給100萬 10個人給了1000萬 後來又找了一桌 又找了兩桌 一樣的模式 一個人100萬 20個人就是2000萬 總共3000萬 你講的這個所謂的言之糟糟 你講的非常具體 可是民眾黨都沒有找你 如果照你講 你的3000萬 武董的1000萬 就4000萬 再加上那個所謂的1500 就5500萬了 他沒有辦法告我 我人歷史事務都交代 而且捐錢的 一個捐50萬的金主 然後這個捐100萬的 在國賓飯店 那都是我朋友 他怎麼告我 他們還跟我報 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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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怎麼 現金怎麼拿 我跟你講 舉例說國民那一場對不對 一個人說100萬 那那個23個位置 做了21個 加上科文者 20個企業主 是那個怎麼樣 是那個召集人 對不對 他錢放進去 那每個100萬 都放到一個袋子 他就帶走 是這樣子搞的 現金是這樣弄的 是啊 我們去吃飯 那旁邊還有一個捐款項 空袋子 一包一包就掉 就把100萬丟到袋子裡面 對啊一個大袋子 丟給他那就帶走 現金就這樣 現金都是這樣收的 都這樣收的 我跟你講今天有個重大的發展 剛剛你開始說 你三個小孩的帳戶 對 這個才是重點 對 我也覺得那三個小孩 對 我跟你講為什麼 為什麼 陳佩奇都把 都把錢留到那個地方 ATM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要買豪宅 你買豪宅就代表 這個帳戶 是出得起上億元的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在幾天前 幾天前 我的深火龍報給我聽 你又有深火龍 又有深火龍 然後在陳佩奇的 他的第一銀行的分行 是東門分行 那可是呢 可能他兒子是 信義分行 就大安生理工人 正對面那邊 然後幹嘛呢 幾天前 陳佩奇帶他兒子 阿瑶去那邊 今天阿瑶 為什麼要帶阿瑶 因為阿瑶的帳戶 媽媽是不可以代理 對不對 一定阿瑶自己去 要成人了 成人 他快30歲了 去那邊 就簡單講 我大膽的推測 在第一銀行的信義分行裡面 阿瑶有沒有帳戶 然後我認為很可能有 你們有多少錢 我不知道檢調有沒有查 因為阿瑶 他房子買給 我想買給阿瑶 一個小宅啊什麼 阿瑶可能自己就很有錢啊 他的錢是 那個阿伯轉給他兒子的 所以這三個帳戶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很巧不巧 那深火龍報給我幾天前 報出來以後 那隔一兩天怎麼樣 檢調去搜索啊 搜索金庫 搜索保險箱了 對啊 因為他有飛狗隊 連鎮署 我的深火龍 他們比深火龍厲害 為什麼 爆料給我知道 就三十天前 那隔一兩天就去了 兩天前就去了 去搜索 搜索出來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他們這樣 所以你說陳佩琦所有的一舉一鬥 都早就被盯上了 他到桃朱影員到哪裡 都是飛狗隊都有照片好不好 連鎮署的飛狗隊 所以你說去年9月30號 柯文哲單獨進到桃朱影員 我們正講 桃朱影員是全台灣最隱秘的地方 你根本不用進去 你也不用下車 你就直接進到那個門口 連這樣人家都知道你來了 他就車號 他在下面看 也不用去看那個什麼監視器 那還要跟市政府要警察局 直接飛狗隊清清楚楚 尤其年輕人都很幹練 我講重點是 他那麼多錢 他有多少現金 我無法想像 真的假的 當然 你看 我隨便加一加 他是沒買到是沒買到對不對 可是重點你看 他那個4300萬 第一筆錢 小宅算5000萬好不好 我算便宜一點 1.2億的那個什麼 元利群一 那還可能 還講那個 雲美也講1.8億 多少錢 五六億也加起來 他有多少現金 敢去看五六億的房子 如果賣一點弄的話 搞不好他已經買了好幾戶了 所以我完全無法想像 他到底有多少錢 錢多得真的無可計數的 好 對了 看到今天提訓了 柯文哲 可是你看他出來氣定神險 剛剛講的完全不在乎 剛剛還有留上一抹微笑 現在他們就講 你們查啊 有什麼好查的 最多就是圖利啊 然後呢你們金流 金流根本查不到 進去的時候還一抹微笑 出來的時候 當媒體記者問他 1500怎麼回事 馬上臉整個垮下來 那麼事實上呢 你說他進去跟出來的表情不一樣 不一樣 事實上呢 那麼剛剛這個保潔去問到 去講到這個兩個保管箱 對不對 那陳佩琦昨天在接受 特定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特別講到喔 兩個保管箱裡面呢 其實就是 爸爸媽媽在她這個結婚的時候的 嫁妝 就黃金嘛 然後另外婆婆給她的預期嘛 然後後來被找出來 各50萬的現金嘛 大家如果有結婚 如果按照陳佩琦結婚是30 大概是30年左右嘛 那麼你知道現在 就在今天我去查了台銀啊 今天一兩黃金 你知道是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萬 今天民眾黨不是說 為什麼沒申報 因為要20萬才申報 對不對 請問一下 那麼在我們一般來講啦 一般來講啦 因為台灣人在結婚的時候 尤其他們的環境還不錯嘛 所以在結婚的時候呢 要買給女兒什麼 金戒指 金項鍊 金手鐲 還有可能其他的 還有更多的 請問一個項鍊 一個手鐲 沒有兩兩嗎 兩兩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過20萬了 那麼除非裡面是 這麼小這麼小 那個金鎖片不值錢 那個金鎖片 另外他們別論 但這些黃金一件 等等都沒有兩兩以上的嗎 兩兩就要申報啦 我跟你講坦白的 今天如果一個 撰戒那個姑且不論 單單兩兩就要申報 我不相信裡面一個兩兩都沒有 我覺得不相信 因為以陳佩琪他們家的這個都 加勢費點還不錯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現金一百萬就要申報 兩個加起來各五十萬 加起來不是一百萬嗎 對 請問這一百萬有沒有申報 一百萬有沒有申報 沒有 有沒有申報就好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申報呢 你既然都要申報了 為什麼不申報呢 好 陳佩琪2016年 他幾千萬主保 我都要申報 2016年7月的時候 不是存入410萬 說是父親的這個遺產嘛 對不對 我記得沒有意外的話 他們夫妻在申報這個財產的時候呢 那麼陳佩琪已經申報在澎湖的房地產 有沒有 也是爸爸的遺產嘛 我相信佩琪 所以佩琪能不能拿出當時 你的申報遺產的時候 是不是包括這410萬 你有相關去申報這個遺產的過程嗎 我也幫我母親辦過這個 比如說這個遺產的什麼什麼 那首先很麻煩啊 但是我們的額度就1200萬 你410萬有沒有申報遺產 除此之外 母親2017年到2014年 535萬老人年金 好 一年244萬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申報證語 我問就好了嘛 有沒有申報證語嘛 有沒有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自己承認這些錢 全部提領出來 他那時候他昨天不是講說 我覺得很奇怪耶 這如果是6年 然後60幾次 一年14次這樣很怪異嗎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周刊明明寫著 2020年的3月10號到4月14號 一個多月 你就密集的去存了157萬3千塊嘛 然後在2023年的10月到5月 40幾次去存了462萬6千塊 你不是 你不是說我一年去存個10次每個月存一式 不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瑞德你的意思是說 昨天陳北極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所謂的去解釋619萬 是619萬是現在浮上檯面的金流 那個才是錢 那個錢是現在客家刷佐的金流 最重要的要害 他說他的薪水500多萬 他說他老公的薪水171萬 我可以理解 不過只是不太理解是 那為什麼要領出來了以後 然後還是放到這個孩子們的那個 等於說相關的賬戶嘛 總共他們昨天承認陳北極承認 1628萬對不對 你知道三個孩子都成年了 不用報相關的這個財產嘛 但是呢 我們大家很好奇是 你三個孩子到底帳戶上面有多少錢 你們三個孩子的帳戶裡面有多少錢 這些多少錢的 這些三個孩子的帳戶裡面 有多少錢是你們夫妻這個地方流進去的 Rate你想說 現在檢調有可能去查查孩子的帳戶 我告訴你 檢調應該已經掌握了 掌握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呢一定 他要查他們家的金流 絕對不會只查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的帳戶 讓我們張二金剛摸不著頭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有那麼多帳戶了 你還要另外去開帳戶 各位我最近去開過一支帳戶 我開得快要發瘋 為什麼 雙證件就算 你要弄一個新的帳戶 新的戶頭幹嘛 要差不多拜個多小時耶 柯文哲何許仁也 世上最沒耐性的人 他還要特別去開了好幾個帳戶 然後呢 讓錢都匯到那個地方去 連目可的450萬進入你帳戶 你還不知道 450塊進的5帳戶 我都會知道 那你就知道 他們家的錢多到 連柯文哲自己都不知道 各位不要忘記喔 他們家所有親友的 相關的金流帳 這些所謂的銀行存檢 銀行存款 我相信 我相信 檢調聯單位都有掌握 除此之外 更不要忘記 所以不是就柯文哲跟陳美琦兩個人 當然啊 因為要全部掌握 才知道你們錢 可能留到什麼地方啊 還有 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 還需要再搜索一下呢 現在聽起來消息吧 現在沈慶金以及柯文哲兩個都不招 兩個不招完全符合 囚徒理論裡面的最大利益就是 兩個都不招 兩個都不招 會讓他兩個的罪行 減到最輕 可是說這個理論 原來柯文哲現在流傳 柯文哲早就已經談過了 就這個畫面 而且這個影片就是你拍的 對我們也不知道說他五年前就精準預言了今天的命運 今天就是他就是陷進了一個 囚徒理論的一個困性 他談過囚徒理論 對 而且這兩個都不可以招 對現在看起來他就是在執行 他裡面講到所謂的強大的溝通力嘛 什麼叫強大的溝通力 就是當時這個裁定書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他早就已經跟沈慶金在那邊進進出出了嘛 就是進出跟沈慶金會面好幾次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在檢調約談之前 他們早就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了 因為為什麼對沈慶金來講不招 當然對他未來這個所謂的精華廣場的開發案 絕對是有利的嘛 因為精華廣場開發案現在已經執行到一半了 只在一年半就蓋好了 你如果現在招你如果認罪的話 哇現在台北市議員磨刀禍禍 準備開始要想盡辦法要現在要他停工嘛 準備要開始看要怎麼樣處理後續 包含像這個多餘的這個容積率要怎麼買回嘛 他就要吐回去 他就要吐回去了嘛 所以對沈慶金來講 這個部分當然不能招啊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知道沈慶金不會招 所以他也不會招 那他們現在就是在賭嘛 跟你賭說減掉 因為現在柯文哲就是在賭這兩個月的時間 對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他不提抗告 就是兩個月 那最多延壓在兩個月 他就是在跟你賭 這段時間你減掉 絕對查不出來我的金流 他真的有把握 到今天為止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 就是我們現在台面上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檢調要偵辦的方向嘛 他還沒有一個確切的 所謂一刀斃命的證據說 所以說柯文哲現在在跟檢調在賭 他就是在賭 而且這條 在整個審慶金進去之前 人都已經進去了 居然發了一個公開聲明說 這個他絕對不送會 而且柯文哲也是一個不收會的人 那柯文哲更妙 他今天不是檢調衝到他家裡面嗎 已經叫他上車不上車 而且我一定要交代清楚說 我絕對沒有收會 這就是兩個人最後的確認隔空串勾 對 這就是在執行強大的溝通力 而且你知道這個強大的溝通力 一直延續到他們那個小草集會上面 也是一樣嘛 你看小草集會 他們整個集會上面播的那個影片 就是根本就是 威金集團的宣傳片嘛 再告訴你說 金華廣場卡了30年 是我柯文哲一手把他 就是把他解決過去的歷史工業 所以根本就是在從那個時間點 他們還是在找隊友嘛 找什麼隊友 找威金集團當他的隊友 我們絕對不能招 在這兩個月的期間之內 我們只要能夠撐過去 那當然投過生就過嘛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他就是賭這兩個月 你找不到金流 這是柯文哲的個性嗎 他有這種賭徒的個性嗎 而且是有一博的個性嗎 是 因為現在他已經一無所有了 他現在已經被壓起來 他已經穿上那個黃衫衫了嘛 所以他現在根本就只能 我自己認為說 他現在就是在做所謂的政治操作 他所有的動作都是政治目的 都有他的政治目的 因為只要這兩個月 如果假設沒有找到任何金流 最後檢方甚至只能用所謂的 圖利罪去起訴他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民眾黨就可以反手為攻了嘛 因為他們到現在為止 不斷在外面興訴一個風向叫做 圖利罪 就是在羅茲柯文哲入罪的 這樣子一個罪名嘛 所以變成是說只要檢調沒有找到金流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是很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有把握 但是呢 只要他沒有辦法 檢調在這兩個月時間之內 沒有辦法勾勒出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證據 那當然對柯文哲來講 這就是一個他轉手為攻的一個關鍵 那你說柯文哲很喜歡這種奇門八怪 照樣講你是台大醫生 你是等於說學這個正統醫學的 可是他學對這個奇門遁甲 這種所謂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非常有興趣 柯文哲我常笑說 他有的時候 他說他看很多書 但我笑說他其實花比較多時間 在看YouTube 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 常常都會有一些什麼 AI配音的那種什麼 敗觀野史 他最喜歡讀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 所以很多時候你看 他對外講的一些理論也好 對外講的一些什麼歷史的典故也好 其實都是錯字的 為什麼 因為他都喜歡看這種片面的這種短影音 他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很喜歡滑手機 那滑都一些 就是這種 看起來很有知識性的內容 但實際上都是那種很片面 很碎片化的這種內容 好 文董 剛才講到的 現在這個柯文哲真的 沈慶晶 現在傳出的消息 沈慶晶跟柯文哲兩個都不招 甚至柯文哲咬定了 那個1500就是下午3點 只是他改時間了 好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他這個求徒理論 他不是奇門八卦 這個game theory 我剛剛跟慧珍也聊了一下 這個是 這個發明人 是非常年輕的 就是哈佛的學生 對 他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對 他這個得了諾貝爾的數學獎 我記得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科學家 改變了整個二次大戰的 一個整個談判的一個整個基本邏輯 美國的整個政治的整個大型談判的 那個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 就是被這個game theory完全改變掉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 在數學上而言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不錯 我認為柯文哲絕對打死不會招 他不會招 他絕對不會的 因為他認罪的結果他就完了 而且柯文哲從市長第一任第二任 到選總統 這三個過程當中 他的人格特質有非常明顯的一個變化 我今天我有仔細觀察 因為我跟他很熟很熟 那到最後這個階段 他已經變成皇帝了 因為他給了八席 他認為他可以主導台灣的進步 對 所以他認為他是愛台灣的 他老婆講的是對的 柯文哲吃也吃不好 穿也穿不好 住也住不好 他搞那麼多錢幹什麼 他真的是愛台灣的 他認為他能救台灣 他活在 你搞那麼多錢幹什麼 他救台灣 救台灣 他認為他能夠領導台灣 他生活在自己一個非常狹小的一個環境當中 所以其實柯文哲不怕坐牢 因為他本來就跟人家不 他的生活領域是非常狹小 他跟別人不溝通的 所以現在他關在裡面 其實那個環境對他不是陌生環境 他是很奇怪 他不會像別人那麼痛苦 那一般人去坐牢 因為你有社交關係 柯文哲不要社交關係 他不要社交關係 他不需要 所以柯文哲有個心理科醫生講的話很對的 柯文哲不是不理人 他是理不了人 他沒有辦法處理他的道德的邊界 他沒有邊界的 所以我要講柯文哲 所以他絕對不會招 而且他有崇高的理想到後面 他真的已經變成雍正了你知道嗎 那至於說另外一面來看的話 我們要談到小審 小審會不會招 小審原則上也不會招 但是在面臨到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抉擇 什麼痛苦抉擇 什麼抉擇 這個東西 小審面臨到兩億的款項 不翼而非的這個結果 這個兩億的款項 我常講 我講過 我這幾天一直講個概念 因為別人對小審不熟 我很熟 他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然後去賄賂 一般賄賂的人 一般的貪官 會跟有錢的財團合作 對 所以財團有很多方面可以給他錢 給他好處 錢金安後借等等 但小審沒有 小審每一筆錢要賄賂的錢 都必須要從公司掏空 從公司搬錢出來 所以其實蘇惠講得對的 他有一個錢金的東西 其實可以去查 因為我不相信柯文哲沒有收到錢金 就一直等到拿到建造再付款 這個不可能 柯文哲這個人務實的不得了 他不相信人的 所以小審一定有一個錢金 所以錢金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現金的部分 很可能今天減年去衝那個保管箱的東西 那個都是兩三千萬就是一個錢金 你看 鄭文燦搞了一個一百億的利益 五百萬 五百萬錢金而已 那個是一個 等於大家一個默契的感覺 交朋友 對 交朋友 所以可是後面那個兩億 是叫做重大金融犯罪 那個我認為 簡單一點我幫他算了一下 他如果不認這個 他不能夠從這個案子裡面脫身出來 得到檢方的豁免的話 他就單獨去扛下來 他去公司羅用了兩億的款項問題 這個錢去哪裡了 他個人吞掉了嘛 對 個人吞掉 做勞做十年 可是他如果把 這樣就是他的選項 他如果去咬柯文哲的話 一天都不要做勞 零 他通通都可以解套 但當然他的牌 所以他的利益跟柯文哲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大家不是那個求徒理論 不是柯文哲的算盤 兩個都不知道都沒事 不是的 是柯文哲你一定有事 因為你這個整個東西 你跑掉的 沒有那麼大力量了 因為還有其他案子 對 五大案 北施科今天就動了 北施科還在啟動 非常多案子在啟動 那人在倒霉的時候 骨牌理論 不是什麼game theory 那是骨牌理論 一個一個骨牌了 一個一個骨牌倒下來 所以小沈我認為 最後一定會招 因為他一定要談判 談出一個好條件 大家要拗嘛 拗到檢方 真的查不出東西來的時候 檢方會給他一個 非常好的條件 讓小沈脫身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必須要面對天人夭戰了 他沒有天人夭戰問題 小沈從年輕開始 就出賣朋友有什麼關係 他有習慣的 真的假的 這個沒有關係 小沈沒有問題 小沈很習慣這種東西 好 蘇貝 剛才講的 現在這個東西 你說你其實有悲觀 是因為 你說在整個危機集團裡面 有很多海外公司 現在查金流 才是最後的對決關鍵 我一直覺得金流 是非常難處理的 因為金流你一定要進到 不管是銀行體系 又或者是加密貨幣 你一定要進到那個系統裡面 才有流嘛 那你才有機可循 可是我們就說了 最傳統的行賄跟收賄方法 就是直接給你貨幣 你只要貨幣還沒有存進去 某一個地方 其實就很難抓 我就說今天這兩個保險箱 到底是陳佩琪主動交代的 還是檢察官經過氣而不捨 終於發現兩個 你想想看從陳佩琪 上個禮拜到廉政署去 看起來不是他交代 如果看起來他交代 早就去取出來了 經過到現在這麼多天 才找到兩個保險箱 茫茫的銀行裡面 有那麼多銀行 有那麼多保險箱 陳佩琪的名字 柯文哲的名字 他們家親戚的名字 或是Anyway 誰的名字 或是我是沈應鏡 我交一個第三人去開一個名字 然後把鑰匙給他 你根本就找不到 再加上我們之前說的 如果直接給你一箱又一箱的現金 放在某一個房子裡面 你也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找哪一個 金流專家來辦 因為他可能就在 這個城市的某一個角落 就像大家一直在找 日本當年的那些黃金 到底在哪裡 是到現在都沒找到一樣 只有當事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金流是難找 第二個我覺得民眾黨 最近的新聞跟媒體操作 相當成功 尤其是陳佩琪今天的專訪 坦白說我看了以後 我都要相信了 然後我都會覺得 他好辛苦好可憐 他其實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不是在講自己家裡的錢 而是在講他公公的身體 他小孩子的可憐等等的 其實對善良的台灣人來說 其實是會打動的 所以再加上就他們最近 一直拉著國民黨 在打這個司法的問題 洩密的問題 當然北檢自己也是不自愛 一直要去跟特定媒體 這樣放放放放 所以讓他們找到突破點 那我剛剛廣告時間 我就在跟雨萱說 所以為什麼要積壓呢 人在裡面 其他人都可以全擋在那邊 開始在那邊排演這些 還要去烤肉 然後如果人出來的話 那不是就大家 更是一場又一場的 這個戲跟媒體的操作嗎 所以我覺得最近 大家對北檢 開始有一些質疑的聲音了 確實會讓北檢很辛苦 我今天就有點感同身受 因為現在民眾黨也在全黨打我一個 我就說 哇 辦那個柯文哲的壓力好大 辦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全黨護益人 大家想想看下一個會期 法務部還要面臨 他們現在民眾黨開記者會 我要看你這個預算 我要看你這個預算 你要這樣給我那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北檢再不加把勁的話 可能圖利罪那一方面 可能要加緊他的速度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北檢 在加速的約談 屬於公務機關這邊的人證 我今天早上去地檢署 因為中共告我嘛 所以我去地檢署 去釐清這個案情的時候 剛好我走的時候 林周明前都發局長迎面而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他還路人甲 然後他也跟我打招呼 我覺得不管是林周明也好 林清榮也好 過去的卸任的 跟現在的現任的 都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他們不斷不斷的在阻止 柯文哲市長 不斷不斷的在當沙車皮 也就是 金華城的容積率 不能超過560 那這些公務人員可以證明 柯文哲是明知不可以 可是他還是幹的 560 672 一路到860 840 剛才講的 現在有個角色 越來越浮上台面 那個就像是陳佩琪 這你們講嗎 現在整個柯文哲在案子裡面 整個圖力已經越來越鞏固了 你現在看到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人 能反咬的全部反咬的 全部都指稱 就是柯文哲一意孤行 就是柯文哲直接指示的 甚至你還要求說 怕這個流程太慢 你要不要 十券清醒 就是你要拿著券中 馬上跟我跑行程 一秒鐘都不能浪費 但問題是金流呢 而金流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以及沈靖基嘴巴還是很緊 但沒有想到有一個漏線了 對 陳佩琪漏線了 因為錢到了陳佩琪手上 他忍不住要存起來 到了陳佩琪手上 他忍不住要買房子 當你錢一斗 你一存 你一買房子 就賓購了 這整個金華城的圖利罪 或者說整個貪污案裡面來說 最大的破口 你都沒有想到 居然就是陳佩琪的ATM理財數 為什麼是陳佩琪的ATM理財數 我就跟他講 因為為什麼 到現在為止來說 審計已經招了沒有 他說沒有啊 我沒有給你 他到目前為止 他也不認 然後柯文哲也不認 大家都不認 他都不知道 你去查金流好不好 你現在有什麼金流 我們如果用這個加密貨幣 我們用什麼 你有查到什麼金流嗎 沒有所以柯文哲的老神在在地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啊 問題是 有人動了這些錢 就會知道 所以你知道 誰動了這些錢 這些錢前後後 只有一個人動了錢 動了錢那就是陳佩琪 而且你曾經講過 像這個黑錢 如果你不動 你把它放在那個地方 你怎麼查 你也查不到 可是只要你一動 以台灣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金融管理的能力 你早一動 就有破口 而誰忍不住了 忍不住去動這個錢 就是陳佩琪 寶傑有沒有看過好萊塢的黑幫電影 都說嘿 我假設幹了一大票之後 千萬不要在幾年之內花 對齁 因為你一花就會被抓到 他就是 反正我已經拿到錢的時候 忍不住ATM理財數 要那麼多錢 那麼多現金怎麼辦 我把它存進去 存進去 寶傑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絕對不是現在檢調才盯上 為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從2020年第一次 這個編當會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存了157萬 他就開始用ATM存 然後假設一直到了 這個去年的9月 這個柯文哲 去桃豬影員 回來之後 要出國之後 再存了第二次 一共前前後後 存了619萬 一共存了60次 60次裡面減掉現在 他當然 對出時間表 抓到啊 你的金流 這時候做金流 不明來源是來自誰 都是陳佩琪 所以你要說清楚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偏偏陳佩琪 他又說不清楚 他一改再改 一開始說這是柯的演講費 然後這個 再來就是說民眾給的這個選舉經費 然後小孩子的押稅錢 然後是媽媽的這個 账戶的這個收費錢 媽媽账戶的錢 欸 講了那麼多 寶姐 對 無少 破口就在他 所以現在就是 他是完全對不上 因為大家都是鞏固得非常老 對 大家矢口否認 我絕對沒有 因為沈基因在入監之前 就已經發一個公開信 我絕對沒有給任何錢 是 然後我看到柯文哲 也把話講得非常近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代表這個兩個人已經有默契了 兩個人都完全奉行這個囚徒理論 兩個人都不招 是 但沒有想到 有一個人早就被盯上了 對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詐騙集團的時候 第一個會抓到的是誰 就是車手 車手你給我招出來的話 那就可以往上延伸 陳佩琪就是車手 他就是車手 他就是那個在轉錢的人馬 所以等於是說現在的 檢調讓你在外面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掌握相關的證據 你越講越多越好 因為你講越多的時候 到時候我都可以問你這些問題 所以你說是故意把陳佩琪放在外面 讓他講話的 對 所以等於變成 現在最大的破口 就在陳佩琪的身上 只要能夠從他的這個 金流的來源 或是從他的去向 能夠突破之後 因為有流動 才能夠找到金流 沒有流動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找到金流的 你只要一流動之後 我可以往前推 往後推 這樣慢慢獲取 就可以從陳佩琪的身上 抓到真正的金流 陳佩琪才是真正最大的破口 我想到一個故事就是 台灣最有名的犯罪集團 是胡關寶犯罪集團 胡關寶犯罪集團 倒不是把星光 胡東亮給綁架 那不是打了上億錢嗎 上億錢胡關寶 誰講過 你大家都不准給我花這錢 錢都不給我鬥 結果有個叫小虎的忍不住 小虎去花了這筆錢 小虎花了這筆錢 我就賓購了 一樣 這筆錢不能鬥 結果誰忍不住鬥了 陳佩琪鬥了 去看豪宅 去買商賣 去搞一個公司 去搞一個ATM存錢 結果他變破口了 所以就是ATM存錢 開始檢調就知道 你為什麼存那麼多錢 開始 我認為那時候檢調就知道 因為他去存60次的ATM的錢 600至9萬 這個早就會被盯上 人家一定開始 覺得這個很奇怪 好那後來 他在今年5月 又去又說要退休 然後看豪宅 買商辦 設資料公司 我跟你講 如果當時你都被盯上 這些你一定都被盯上 所以為什麼 會有那麼多消息說 你絕對有看過豪宅 你絕對要買商辦 你還有這個 設計什麼資料公司 全部都已經在人家的掌握之中了 而且我看到了 檢調單位對他 完全是掌握得非常徹底 第一個來講說 你有700萬的不明來源 你中間花了100多萬 你透過ATM存 當然還去做了很多的解釋 怎麼去不一起 搞了半天告訴你說 不是100萬而是600萬 今天更清楚的數字 619萬數字都出來了 不但是619萬 而且你分了60次 我要問喔 60次 你是怎樣 你是每天去ATM嗎 對還沒錯 現在出來的資料是這樣子的 他用分兩個大提次去存錢 第一個大提次就是在 2023年的春天的時候 那時候是在便當會 第一次舉行的時候 他就存了多少 檢調目前放出來說 157萬3千元 都有資料出來 連3千元都有 而且他存在誰的身上 他存在他自己 還有兒女的這個三個 一個兒子兩個女兒的帳戶裡面 都存了非常多錢 就存在這個地方 而且用ATM理財數 第二次是什麼 第二階段開始就是在 審計 柯文哲單獨去建了審計金 然後到美國丟了手機之後 開始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一共匯了大概 462萬6千元 這個數字 所以是619萬 好 像619萬的時候 你說不清楚啊 你完全講了四次的口供 你一直翻來翻去 翻來翻去 好那現在呢寶傑大 因為如果假設 能夠從他的金流 對出他對價關係來說 假設是來自審計金的話 那柯文哲就是這個貪污罪沒有問題了 那他可能也會變成貪污罪的共犯 陳佩琪也會 另外第二個 你說陳佩琪是貪污罪共犯 對他最少他也是涉嫌到洗錢 所以現在等於是 寶傑 現在他如果這個下一次檢調在約談他的時候 他隨時會變成被告 所以你現在你有洗錢 對 你有財產來源不明 甚至你有可能是貪污共犯 對沒錯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我們如果仔細去看一下 他們家的這個狀況 柯家在這個地方 他在附近來說我們現在製作單位 也都把他所有的這個 ATM的單位全部都調出來了 調出來那麼多 你看他家附近來說 國泰四華 遠東商銀 渣打銀行 東門銀行 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你知道在2020年的3月 還有去年的9月開始的時候 陳佩琪在這個地方 來回走了60次 60次你看他在這個地方 來來回回 你知道他說東校東路走九遍 他是在這個細膩路走了 來來回回60次 這細膩路走 對60次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拿著這個錢 一包這個錢 錢他不適合到這個 所謂的銀行裡面去 他就拿了一疊錢 假設這一疊錢是20萬 然後20萬 因為他有這個20萬的上限 我就把他丟進去 存了20萬 20萬就這樣存完之後 然後再離開 然後下一次再拿了 這個20萬之後 然後再存下去 一共他最終 這個檢調目前是說 一次次拿10萬 因為他一共619萬 存了60次 所以他拿了10萬這樣存 存存存存存存 存存這樣存 他以為用10萬去存 絕對不會被發現 對 但是寶姐我跟他講 10萬去存的時候 ATM的camera 還有這個所有的對賬 全部都對著你 你都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來 所以你說他每次 就拿這個10萬 對 拿10萬10萬 然後就這樣把這個錢 對 放在ATM裡面 存起來 對 把它點開 然後這樣存起來 然後他那邊存的時候 一定就是這樣看著 所以他的臉啊 什麼都被照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拿了什麼卡片進去 會存到哪一個對口的銀行 大家都非常清楚 對 所以才說他的所有的帳戶 那多開心啊 我想想都很開心 對 這個錢10萬 難怪陳伯琪這麼開心 抱歉 當然是非常開心 去存錢的時候 存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帳戶的愉悅的時候 對呀 一定是非常開心 我聽到那個 我都開心了 對 但是他就犯了一個大忌 就是他太早把這個錢放進去之後 沒有錯 入袋之後 但是那個機牛就從此開始浮現 原本藏在後面 沈欣欣跟柯文哲 或是印曉恩他們之間的金流 你是查不出來的 但是因為你一動之後 我發現到有動靜之後 開始破口就是你嘛 你的現金流開始出現 而且終於發現到金流 不然的話你去說柯文哲 難怪佩琪越來越愛他老公 對 然後所以你知道 好 除了這個今年的 除了會錢之外 你看他又買了什麼 又買了那麼多的 包括說像這個 所謂4300萬的這個上半 4300萬上半的話 目前為止來確定可能是 這個陳佩琪去買的 對 讓柯文哲去牽制 所以還是他嘛 所以他目前為止來說 人家就說那你就拿出 這個銀行的這個對賬 他拿不出來啊 所以才說現在 真正最大的破口 就是出現在這個陳佩琪身上 而且寶球跟他講 如果你仔細去看這個 整個過程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隱隱 你可以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柯文哲他要 堅持要選到底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我只有透過這次選舉 才能把這個錢洗出來嘛 為什麼 好 假設 別人在選舉他在洗錢 好 假設我今天是藍白河 順總統是周圍琪 那我怎麼去運作 我的這些相關的資金 沒辦法運作啊 所以為什麼你看 我覺得他有一個 所以第一說 一來一去的錢已經穿好 穿好了 我要把這個錢給洗乾淨 那我一定要通過一個程序 通過一個流程 對 考了半天這選舉是最好的機會 當然你可以知道說一定是這樣 好 那也就是說 我覺得當時他就被盯上 好 我們就讓這個事情慢慢慢慢的發展 慢慢的發展 結果果然發展就到現在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模樣 因為為什麼 如果假設是這個柯文哲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清楚 六點協議對他來講 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可是他為什麼就是不簽 對 他自己 他居然在那邊說 你們不放棄我就不放棄 但是他事實上知道 我簽的話 我那個錢完全都沒辦法 我就玩不動了 玩不動那怎麼辦 那如果好 我真的假設副總統 那副總統有什麼好呢 那我退一步想 如果我來自己選總統 你看我選取總統的票 然後政黨的票 然後我那麼多 現金在這個地方可以用 四年後 搞不好我還有我的機會 所以說實際上 如果你從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故事的這個輪廓 是越來越明顯的 好 我們現在 從今天檢調單位丟的訊息 非常清楚是 我覺得陳沛琦早就被盯上了 也就是從五月開始 你看什麼 這個東是買巨馬西是買安街 他不是 他是東是買豪債西是買商辦 什麼都買 可是你在東是買豪債西是買商辦的時候 你所有的動作都已經被盯上了 甚至你去存ATM 剛剛講的那個錢 我想到都很開心 我就多了十萬真的很開心 這麼開心的時候 老大哥的眼睛已經盯上你了 而且今天更可怕的是 不是老大哥眼睛盯上你了 居然連柯文哲 一對一一個人 進到逃走影員五月三十號 進到逃走影員都被掀開了 老大哥現在你看到說 陳沛琦在ATM面前的 鼠錢聽的跟月娥的聲音 很開心 我想另外一個人更開心 就是透過監視機 正在看著陳沛琦的檢調 嘿嘿嘿 也在那邊笑得很開心 頂上了 你以為是盧帶彎 我直接抓到 你為什麼不會講 你仔細想想看 柯文哲這件事情 詭異在哪裡 首先他去到逃走影員 這個時間點是在2023年 他說指出說在9月30號 那個時候逮到 幫我問一下 9月30號這個時候 金華城請問一下 畢案爆發了嗎 還沒有啊 那為什麼檢調這個時候 就盯上了 各位這跟鄭文燦事件 是一模一樣 什麼樣跟鄭文燦事件一樣 就你現在看到柯文哲 跟陳敬青還在這 富裕王抗嘛對不對 沒有 檢調早就已經佈下天羅地 而且請問一下是2023 2022 2021 2020 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 搞不好從金華城要動的那一刻 事實上就已經被盯上 因為在鄭文燦的寫書書裡面提到說 當當時就傳輸說 這個改建 等於說這個土地徵收 有疑案 有疑案的時候 檢調就已經掛線了 檢調就開始追查了 甚至檢調就開始追蹤了 如果說他會這樣子去對付鄭文燦 他怎麼可能不這樣去對付柯文哲 而且如果今天桃園的土地變更 那問題這麼大 那金華城不是更大 你說金華城早就在老大哥的眼皮底下了 老大哥這叫仰案 鄭文燦這個案件 從2017年我還快還記起了 他連在市政府裡面所講的每一個字 每一句話全部通通都被錄起來 每一通電話都錄了 那這個養4年有什麼大不了 我要養到我可以砍的時間點 我才可以砍嘛 鄭文燦那個時候有保護傘 現在柯文哲搞不好那時候有保護傘 我就等到2024年 我現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因為我跟各位 請問一下金華城這個案件 動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5月 5月是誰上任 賴清德 鄭民謙上任 所以給一個時間 我先整備軍馬開始 接下來我馬上被你動作 來 各位仔細看 柯文哲在8月29號的時候記者會 2024年的時候跟我們講說 沒有啦 我只去過逃出演員一次 跟神慶慶唱歌 對啦 他財團 財團也是市民 有什麼大不了 他也是市民 對不對 結果檢調就來等你講這句話 你一講完之後沒問題 我馬上相關的證據傳BAN 先丟一個9月30號 獨自前往逃出演員 保利哥這個東西有一個貓膩 為什麼他要特別寫獨自 那代表你可不可以去其他制 只是其他制 是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可能是遊玩 因為只有獨自這個東西 行經才可疑 而且他不只是掌握 他跟你講我怎麼掌握 來 第一個 他有訪客紀錄 代表沈慶慶慶 還記不記得 慧珍講過一句話 他說連拿他500塊1000塊 他都要給你簽名 所有事情他有的紀錄都沒刪掉 再第二個 連監視器畫面都盯到了 所以代表時間地點我都調到了 我看到監視器影像的時候 我毛骨悚然 我為什麼毛骨悚然 這個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9月30號 一般來講你的大樓的監視器 保存多久 最多兩個月 最多兩個月 你通常就要洗掉了 你等於說 在去年的11月30號 選舉總統大選還在進行的時候 你就已經跑到逃出演員 把監視器的影像給拿下來了 所以等於是 到時候檢調公布的資料 講那個檔案 柯文哲每次進去逃出演員 那個截圖那個畫面 你會嚇死 搞不好滿滿的整個 我們講 USB都裝不下 你柯文哲的USB都裝不下 再看一下 是訪客紀錄 監視器的影像 手機定位都有 對 而且手機定位各位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嗎 代表從2020年柯文哲開始 碰 特別是他在印小偉那個便當位開始 你覺得檢調沒有盯上嗎 手機定位就有了 手機定位就有了 不然跟你講 你沒有辦法拿到這個監視器畫面 如果保麗跟你講到那個美感 早就洗掉了 對啊 他搞不好有人分門別人 2020年去唱歌的柯文哲 2021年的 去喬世錦的柯文哲 2023年 最後面的 打完收工的柯文哲 12345678 全部這些畫面 都在檢調手裡面 而且我跟他講 那兩個月還是多的 一般來講一個月就多了 所以你就是要檢調幹嘛 裝夯 我就放長線 你這個順藤摸跨 你陳愛王哪裡去哪裡去 我就說讓你柯文哲看 你要演什麼線什麼 因為如果各位你想想看 這些底氣他都有的話 那他一定確認過一件事情 柯文哲有沒有在炒術裡面交款 有沒有在那邊拿現金 我跟他會保證 肯定沒有 不然檢調的就不會從現在的方法去做 因為理由很簡單 如果柯文哲去拿現金 我跟你講啦 一腳行李箱大腳的 大概就兩千萬 兩千萬打到沒了 那你想想看 我們剛才講到光那一千五里 如果柯文哲進去裡面空手 他出來多一個二 心理一下好重喔 他一定都親自拿嘛 柯文哲全部給人家碰了嘛 哪有可能檢調還不去搭他 絕對人贓去貨啊 所以代表只有一件事情 檢調知道你去那邊幹嘛 他也知道你什麼時候去那邊 而且他現在請的所謂的 虛擬貨幣專家 很顯然他知道你的交付方式 可能跟一般想像傳統的 現金大不相同 所以你看喔 柯文哲在隔天之後 馬上2023年 去美國了 去美國 最重要是什麼 第一 他這個美國行程在西部 跟別人都不一樣 科技產業之語 聽起來超奇怪 我跟你們兩個 我記憶猶新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在討論柯文哲 我就說 怪了 這是國內藍白鵝草的 不可開銷 突然跑到美國去了 然後說什麼看科技業 看產業界 我想說你 所以難不得你去看區塊鏈 他就是去看區塊鏈 你就去看區塊鏈了嘛 對不對 而且很巧的是 手機剛好也不見 各位手機是至關重要的 鐵證跟證據喔 我都懷疑你柯文哲手機 真的不見了嗎 所以各位你現在想想看 這全部串聯起來 第一柯文哲討不過檢調的天羅地網 第二 到底柯文哲在那段期間 做什麼 非常起人一動 所以欸 早就被盯上 我覺得這個 真的太可怕了 保利哥我不要講那個好不好 我們講到陳佩琦就好 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2020年就盯上的話 你看看豪宅對不對 1.2億 請問一下檢調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全程清理處處 搞不好就檢調放出來了嘛 就是你陳佩琦 看過什麼東西 檢調一清二楚來 你整個行蹤了吧 而且再來買商辦4300萬 我請你一下這個金流 到現在查出來了沒 陳佩琦說 我有銀行對賞紀錄啊 是選舉不住款的 我要的話可以秀存給大家看 請問一下他秀出來了嗎 沒有 我跟你講很簡單喔 2500萬 2300萬三個帳戶碼 你分別提出來的錢 或者是你轉帳的錢 加起來4300萬 我跟你講打完收工 直接把我們臉打爛 到現在還沒講 但我跟你講 根本不需要 為什麼 檢調這部分搞不好就查完了 到現在包括他治療公司 到ATM存錢 搞不好連陳佩琦在那邊 然後聽那個悅兒聲音 然後笑得很開心的畫面 通通都有 所以不管你們夫妻倆 我就問一個問題好了 現在柯文哲在裡面 審慶在裡面 為什麼陳佩琦偏偏就只有他在外面 為什麼 刻意放出來的 我就是要放長線釣他的魚嘛 我要順藤摸瓜 我要讓你這個車手在外面 繼續逍遙 繼續花錢 最後我可以定陳佩琦什麼 我到時候抓進來 我證據找到準備好 為證罪有沒有 有 有 他們是罪條例共犯有沒有 有 到時候你嫁水變阿水 你是聽到了4300萬買這個房子 而且是現金一口價買掉 買掉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那個名字 掛的是柯文哲的名字 可是買的人 談的人 既然是陳佩琦 然後現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這個4300萬 剛剛講的 陳佩琦是完全忍不住 就像剛剛是中間開始講的 黑幫在搞黑錢的時候 一定要去忍耐 要忍過個一年兩年三年 把他洗得乾乾淨淨淨之後 大家才可以用這個錢 很多黑幫出歹起 就是因為有人忍不住用了錢 這個人就陳佩琦 而且 現在重點是 你不但是用619萬就存了一天 你花了4300萬去買房子了 寶傑哥 你知道佩琦現在 他之前去那個看守所外面 他不是講說 我覺得我現在的心 跟柯文哲越來越近了 我告訴大家 佩琦 你現在跟柯文哲的身體 也越來越近了 真的假的 你不要以為只有心而已 因為你有可能會變成被告 你知道嗎 因為他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破口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過去柯文哲都講說 他們家所有的金流跟帳 都是掌握在佩琦的手上 那你看我講了這個 4300萬商辦的事情 到現在三個禮拜了 他完全沒有公佈 我跟大家說 這個叫一個大水庫理論 現在柯文哲我算一算 他有10本帳本 10本 寶傑哥我算給你聽 10本 兩個基金會 對不對 再來他的政治獻金的專戶 再來他黨部的帳 再來柯文哲自己的帳戶 對 陳佩琦的帳戶 再來目可公關公司 包含他三個小孩 是不是總共10本 小孩都有了 對啊 他存到他小孩的帳戶裡面 那我要問陳佩琦 你到目前為止三個禮拜 你完全不敢公佈 對 會不會不敢公佈的原因是 你可能這個4300萬 是來自於不同的帳戶 轉來轉去 所以你不敢公佈嗎 對 會不會有錢 是來自於你小孩的戶頭 對 如果說你講的很簡單 他說這個就是選舉捷獄款 選舉捷獄款就是在 李文中在他不知道的狀況下 存到他三個帳戶 你就把那個三個帳戶公佈 公佈了以後 就交代出來說 花了4300萬 這麼簡單的事情拿不出來 是嘛 所以到現在為什麼 我們討論了那麼久 以陳佩琦的 他過去的這樣經驗 他一定馬上會拿出來給大家看的 他連20萬都拿給你看了 對不對 20萬 107萬雙城論壇的存責都秀出來了 你現在為什麼不敢秀 對 那就代表心虛 而且我告訴大家 他接下來他們家 有可能變成怎樣 一家都是賊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如果假設他檢調手上 你說他有沒有掌握這個4300萬 如果連去逃出影員唱歌 檢調都已經掉這個定位 都知道了 你覺得現在檢調的手上 看不到你4300萬的金流嗎 4300萬早就在這個檢調的手上了 當然嘛 檢調他今天各個銀行 你今天所有的匯款紀錄 包含這些帳戶 對 清清楚楚 對 所以我覺得陳佩琦 最後有可能因為他自以為是的愛 對 自以為是的理財數 ATM到最後 變成一家可能都是J 好小便 你也在追這個時間在買外 然後民眾黨說要告你 你告了沒 民眾黨告了 告了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整個是以柯文為核心 我們講它兩個地方出錢 公關費 2.8億跟1.5億 一個就是那個頂月嘛 對 就是金華城的子公司 一個中華工程下面的小 那個小的公司 出這個錢 好 我們來順算賬嘛 錢最重要嘛 一小位4500 那一億的不明流向可能是給 其他的議員或是官員 然後呢 你手上有的可能1500 我們知道就是那個不是時間 是那個錢嘛 那剩下的錢呢 所以它整個 而且現在叫麻花哥 我怎麼說呢 所有的錢是混在一起 有七個地方 七個地方是神經金可能會錢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 木可 木可是有錢進去已經證實了對不對 有錢進去 有 然後第二個可能新故鄉 然後這個縱望 禁總 還有一個禁總最妙的一個錢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億多 我想給你聽 99999 他以為十萬就要去登記 對 就要登名字 要有名字 這個有三千多萬 請檢調查這些人頭 是不是神經金的員工 還更 你們那時候現在有答案了 董事長我跟你講 有答案 什麼答案 你還記不記得有十八萬筆 對 弄那麼多筆幹嘛 怎麼會劈死人了 十八萬裡面 9999不到一萬的 這不用秀西民的 有一億多耶 你回想起來 你們有講過這一集喔 對 那這個又一億多 這邊就一兩億了 好 那總共4.3億裡面 那怎麼給他 我還沒講完 陳佩琪的帳戶裡面的錢 至少證明是619萬 619 7800萬吧至少對不對 ATM的 然後USB裡面的錢 還有派出個新的檢察官 叫做虛擬貨幣 這七八樣就是 八爪章魚錢就給你 我給你幾億吃 這樣子給你 給你柯文哲 好再拉回來4300萬這個事情 4300萬 那今天我等他了 第16天 對 我拜託你拿兩個出來就好了 拜託陳佩琪跟陳志涵 第一個 你們兩個簽了私約 你們今天私約 到代書那邊弄到了這個 地震事務所登記 才能過戶嘛 私約到現在沒有拿出來 你秀61萬 就是買方柯文哲 要繳的棄稅啦 就房屋稅叫棄稅嘛 大概 一千 61萬乘以六爪 大概三四萬 可是土地政治稅是那個 誠信屋主要繳的 你可能要繳了幾百萬 你如果真的賣了4300萬 第二 你什麼錢去匯的啊 這個只有第一種錢 不會坐牢 其他都會坐牢你知道嗎 第一種錢叫做 乾乾淨淨的 7300萬 一票30塊的總共補助款 顯然 我跟你講 市的話早就有正確排放 早就拿出來了嘛 第二種錢是什麼錢 第二種錢就是 各種張錢去買的 如果真的有成交 第三種 那真的有成交嗎 是不是只有付那個3萬多塊 就61萬的那個計稅 而其他是有人送的嗎 所以這個事情 要說清楚講明白 一團混亂 好 所以武總 剛剛講的 陳佩琪現在 剛剛講早就已經被盯上了 而且你講說現在市政鞏固 最明顯的就是陳佩琪 所以就看 怎麼會丟這種619這種數字出來 619的數字很恐怖耶 老兒子知道你清清楚楚 你少會在外面亂玩 他只要讓他封口不要亂講話了 連尾書都告訴你 不是 之前有個 三千塊都給你交出來 所以這個意思是 警告陳佩琪嘛 這個警告陳佩琪 陳佩琪隨時會被動嘛 同時也告訴柯文哲嘛 我告訴你嘛 我們 因為律師一定會 律見的時候 律師會告訴柯文哲 現在媒體這樣寫嘛 那柯文哲一聽就知道嘛 那這個是確實的嘛 因為確實如果這個數字 有這個數字在的話 他隨時我剛剛講 這是支線嘛 隨時可以啟動調查嘛 那啟動調查 他馬上變被告 他們一家 是一家總共五口 有四口變被告 他搞個什麼東西啊 對 變成一家全部中獎嘛 這對柯文哲的壓力會非常大 尤其小孩子 尤其是拿陳佩琪去壓柯文哲 對啊 而且小孩 拿小孩 小孩麻煩 小孩變成前科嘛 小孩變成你 你現在被詐欺 我把我的戶頭 借給詐欺犯去存錢 那我問你 那我本身 我這個借戶頭的人 借身分證的人 是犯什麼的罪 有罪 洗錢罪啊 洗錢嘛 小孩也犯罪了嘛 只要有這個 財產來源不明跟洗錢 有個前提就是所謂的 犯罪所得嘛 他幫你扣一個犯罪所得 你這幾年就完蛋了 你小孩就 不過你在美國 在日本練高學歷 結果搞個前科 對 你說不說得了 小孩可能不敢回來 我跟你講 莫名其妙跑法院 搞不好工作都不能做了 當然不能做工作 而且你良民證 可能拿不到了嘛 對不對 你要再入籍美國 入籍其他國家的話 拿不到了 這麼狠 這個非常狠的一招 而且他是警告你 所以這個是檢調透過媒體 警告柯文哲 讓柯文哲在裡面 產生壓力嘛 他不是要警告陳佩琪 那柯文哲壓力大 柯文哲是 他那個心裡的 心裡的防線 有可能會崩潰嘛 對 好 我又回到他主線 主線就是柯文哲 跟沈慶慶兩個人之間的 資金往來的關係嘛 那我們已經判斷 那個錢藏哪裡嘛 錢藏在USB裡面 對 他對USB的看重程度 跟目前我們所了解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台灣有幾種東西 會用到這個所謂的這種 虛擬貨幣非常多的 一個就是Casino 線上賭博 在國外賭博也是一樣 他那個賭博的時候 我們這個叫交付款項 對 他的收錢跟送錢 兩個都是用虛擬貨幣 第二點 柯文哲在當年 2019年跟2024年的總統選舉 他都不斷地都發表過文章 有去看過這些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要鼓勵台灣搞虛擬貨幣 所以我根本上認為 他有非常大額的巨額的款項 放在USB裡面 我們下個期間 我們下個期間 還有一集 去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